网络媒体当今大马读者留言 藐视法庭罪诚案一波未了 行动党八升国议员查尔斯 稍早前一位针对案件下判后发表评论 今早10点受传召到武基安曼警察总部入供 进入警局之前 他的代表律师表示 煽动法令下的第三之一之息条文 早在2015年国阵政府主政时代就被废除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 评论裁决就不再是罪行 解答案 解答案 查尔斯入供 接近两个小时之后不出警局 击打警方稍早行政时 接获两项投报 指当今大马总编辑严重庆 和查尔斯违法评论联邦法院的判决 警方随后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不当使用网络设备或服务条文 以及1948年删冻法定第四之一条文 对两人展开调查 并在今天录供 严重庆稍早将在稍后两点 同样到武基安安录取口供 联邦法院七司这个月19号裁决 当今大马因为读者流言贬低司法体制 而被控藐视法庭案罪成 罚款50万领级 严重庆随后发表声明说 他对判决感到失望 并认为判决是为了关闭当今大马 而查尔斯得批评判决远超过 惩戒用意 过度重叛 也恐怕让人对司法体系的独立地位产生质疑 感谢观看